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集结最受关注的新生代歌手 共唱同一首歌 进行比拼 新人唱老歌 老歌新唱马 谁的唱歌两额 谁的曲风独特 谁的演艺精彩 谁是你心中的年度冠军 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收官之作 重爆出击 优优独特 天空上 命运就算的鬼流离 命运就算的恐吓着你 做人没趣味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 一辈子一生起 一杯酒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开心歌迷会 我是小妮 大家好吗 来 让我们一起热热睡 开心歌迷会 经典歌曲 我全会 你们会不会 谢谢 谢谢今天现场的气氛就靠大家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开心歌迷会本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请来了 42位奋战在不同领域当中的歌唱爱好者 其中也有很多的歌手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唱出自己的心声 当然除了他们之外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 来大家一起向舞台的中心看 那就是我们开心歌迷会的核心 龙脉 龙脉今天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只有今天的优胜者才有资格站在舞台的中心 用龙脉唱出他自己最爱的那一首歌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本场比赛马上开始 有请今天的六位歌手 闪亮登场 当未知在眼前 睁开好奇的双眼 看世界在改变 提待的梦在眼前 牵手着最久的爱 追逐着世界 开心点 到永远 当未知在海边 失去的不必留恋 世界在流转 挑战未知的牵线 少年曾经的一切 追逐梦实现 看世界到永远 开心到永远 照亮那未来色的天 一起走向前 拥抱那美人新世界 我要换成的欢笑 我要走遍天涯海角 我希望快乐 把每颗心围绕 谢谢 欢迎今天我们开心歌迷会 年度歌手挑战赛的六位选手 欢迎你们再次掌声送给你们 因为你们把我们开心歌迷会的主题曲 唱得是如此的嘹亮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今天的六位选手 他们的服装上大家都能看出来了 刚才一开始我也介绍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同领域 其中有矿工 有航天技术工人 有脏凹养育员 有货车司机 有北京低歌 甚至还有保险业的翘楚等等等等 虽然他们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但是今天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第一他们要唱出自己心中的歌曲 第二他们还要向单位请假 就冲这一点 还不来点掌声啊 给他们加加油好吗 来 现在六位选手下去准备一下 期待你们更多精彩的表现好吗 谢谢 年度歌手挑战赛的规则非常简单 每场六位选手两人一组 共同演唱同一首歌曲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进行投票 决定他们的去留 最后留下一位歌手 成为我们的CCTV开心歌迷会2012 年度歌手并有机会在龙脉前唱出自己心中的那首歌 同时好姻缘梦金缘 本节目获奖歌手将获得由梦金缘黄金提供的 价值一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 我们现场要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一位音乐指导老师 那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音乐人蓝天阳老师 欢迎你 大家好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马上要进行比赛的是我们的第一组选手 来自黑龙江的藏敖养艺员郭思雨 和来自内蒙古的第二代航天人云洁 他们要共同唱响哪首歌曲呢 同归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红艳 是一首流传了二百多年的内蒙古乌拉特名歌 其幽远婉转的曲调 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的草原中 领略草原男人的豪情与身怀 同时感受中华民歌之美 掌声欢迎云杰和郭思雨给我们带来 红艳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夜不醉不患 酒喝干再挣满 今夜不醉不患 今夜天空上 对对排长行 江水长旧草花 草原上轻声又烧 红颜像苍天 天空有多么遥远 酒喝干再挣满 今夜不醉不患 酒喝干再挣满 今夜不醉不患 谢谢郭思雨和云杰哥 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红艳》 我刚在台下听啊 一直在仔细地观察两位的演唱 其实同样一首歌 两个人可以唱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味道 我知道云杰 你自己就是来自内蒙古 生长在那片土地上 生长在那片大草原之上 所以可能对这首歌 有更多自己的了解 但是我要再深入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云杰 他是一位航天科技工作者 你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在航天六院 然后红霞化工厂一名员工 一名员工 可见工作领域是非常重要 极其重要 好像长辈也是在做这个航天技术工作 是 所以今天用自己的心声 去唱出了这首红艳 我相信一定有他自己的故事 郭思雨说实话 我今天在排练的时候 在化妆间里听到他的歌声 我还想说 哎呀 这个男孩子唱歌怎么那么好听啊 真的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都会以为是男孩子的声音 所以我想验证一下 你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说话大概也是这个声音 也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打电话 比如说打客服什么的 别人就会叫你先生是吗 对 你好先生 先生你好 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这种声音可能对他造成了一些困扰 所以他内心啊 性格一向都比较自闭 比较自卑一点 对有一些 但是他有一帮好朋友 这帮好朋友跟我们所意味的那种朋友不太一样 是一群脏鸥 你就是一个脏鸥养育员 对对对 你最多一次面对多少只脏鸥 最多的话是十六七只吧 十六七只 对 所以假如你今天紧张的话 我们那边还有点空地 如果拉十几只脏鸥过来看着你 你说不定能更放松 那也说不定 有可能啊 好的 就是这样两位可爱的歌手给我们带来了一首红艳 现在我们要到了决定胜负的时刻了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 请行使你手中神圣的表决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云杰 就请按下蓝色键 如果你喜欢郭思雨 就请按下红色键 想好了 请按键 投票结束 现在表情比较严肃的是我们的蓝天阳老师 郭思雨 你的声音 其实是很少见的女低音 你是独一无二的郭思雨 太好了 流行演唱 讲究的就是个性 那云杰呢 云杰 你的声音 一直在我的心中感觉有一种 蓝蓝的天上 很深沉而宁静的力量 就你们唱这两首歌中 有一些问题 郭思雨 你呢 当务之急 是要加强你的气息的一个训练 有了好的气息 你唱歌才会连贯 观众听得会更远 云杰 那么你在唱歌中的尾音 投郭思雨 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声带 很好的嗓音 我希望你能够唱下去 您投郭思雨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跟我们现场的一百位观众不同 我们的蓝天阳老师 他只有点评权 他没有投票权 还是我们的现场观众 现场歌迷来决定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云杰和郭思雨 他们的投票情况 来现场 请亮灯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透露的是 最后的计票结果 到底在第一轮 第一组的两位选手当中 谁会顺利的进入第二轮的比赛呢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的票数情况 郭思雨得票24票 云杰得票76票 恭喜云杰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足以证明郭思雨 是多么有毅力的一个女孩子 她曾经的体重 有200斤 到现在一共捡了将近有100斤 掌声此处 所以我也有理由相信你在今后 不管是你在工作道路上 还是在你的音乐梦想的道路上 都能够毅然决然地 好好坚强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好吗 好 好 谢谢 掌声送给郭思雨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马上收拾一下心情 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选手 他们是来自黑龙江鹤港的 矿工霍春雨 以及来自香港的一位 摇滚老顽童 钟伟强先生 来看看他们要演唱的是 哪首歌曲 《红日》是香港歌手 吕克勤的一首代表作 因其明快的节奏 激昂的旋律 鼓舞了一代热血青年 被称为香港励志歌曲的 经典之作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霍春雨和钟伟强 为我们带来一首经典的 《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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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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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我们来自香港的钟委强 以及霍春雨 是来自黑龙江鹤岗的朋友 掌声再次鼓励 唱得怎么样 好 我知道其实这两位 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除了唱歌之外 他们的内心 也涌动着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想先问问 来自黑龙江 赫岗 看他这身衣服 大家都应该能参出来了 是我们的一位矿工 你具体做的是什么事 我是来自黑龙江 龙梅 矿业集团 赫岗分公司 一线煤矿的 没有工人 我的职业 目前为止做过两种 第一个就是瓦斯检测员 第二个是局部通工 因为这个工作需要 我可能随时要 钉在某一个岗位上 所以他工作的地方 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太一样 最深的地方 达到740米 也就是绝地740米 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他的地方 在那么深的地方 你会不会在工作 闲暇之余 银行高歌 那地儿能唱吗 可以唱的 而且这个混响的效果还特别好 哎呦真的 是的 你啥时候能带我也去唱一唱 为大家要好好地介绍一下 钟伟强大哥 打拼香港娱乐圈很多很多年 我就说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能把你们吓死 他是张国荣的同门师兄 他跟张学勇共同参加过歌唱比赛 他跟谭永林组过乐队 他给梅艳芳写过歌 他给刘德华卖过保险 这是给刘德华卖没卖我不知道啊 但卖保险这事儿却有其事 为什么会转行卖保险 这个是真的哈 真的 从事过各种不同的领域 那么现在重新又站在歌唱的舞台上 心态会不会有一种落差 或者是一种 起起落落的感觉 没有没有 完全都没有 因为现在我唱歌来说 对我是这种享受 我现在享受每一次演唱的机会 享受每一次在台上的这个舞台 所以对我来说很兴奋的 钟大哥讲话就一股 hiphop歌手的感觉 我享受每一次的机会 好的 非常极具个性的两位歌手啊 呃 代表蓝色的钟伟强 以及代表红色的霍春雨 我不知道现场的一百位观众 更喜欢谁演绎的红日呢 请 按 见 好的 大家的投票已经完毕 现在结果已定 但是先不告诉大家 我们还是问一问蓝天阳老师 蓝天阳老师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您出道多少年了 您从事音乐有多少年了 我有二十多年了吧 钟大哥有多少年 有四十多年了 我谢谢您对音乐的真诚 我也希望您能留在这个舞台上 去享受这个舞台 谢谢 这位霍春雨 你的声音很质朴 也唱出了煤矿工人的那种硬劲 那种硬骨头的劲 所以说我也为你感到高兴和骄傲 谢谢老师 谢谢 现在我们一起全场亮灯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结果 钟伟强得票49票 霍春雨得票51票 冲喜霍春雨 我知道其实钟伟强的大哥 不是特别的善言词 但是我对他了解之后 我发现他的人生 起起落落太多次 所以我个人猜测 您对结果什么的 并不会太在意 一定不在意的 一定不在意 根据您的人生经验 您有什么话 对于我们这些 刚刚起步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说的 我希望每一个朋友 年轻的朋友 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唱歌的话 你就坚持坚持 机会才会发生在你身上面的 说得太好了 永远都不晚 我们永远在路上 好吗 谢谢钟伟强大哥 谢谢 谢谢 再次掌声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我们的第三组歌手 他们是来自北京的低歌 渔波和来自济宁的货车司机 刘明赫 他们将会合作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这些年 一九九七年发表的歌曲《朋友》 因周华健阳光般柔情的演唱 倒进生活中友情的珍贵 时至今日 仍旧是学生毕业 朋友分离聚会上的首选曲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新生余波和刘明赫为我们带来的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 风也过雨也走 有过累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才会懂 会寂寞会回首 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 一身情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这些年一个人 这些年一个人 风也过雨也走 有过累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还记得坚持什么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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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走 还有我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 那些日子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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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歌 怎么讲 您不仅开出租车 而且自己唱歌 唱得特别好 所以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您夸奖 我发现您 我刚仔细观察了一下 您这个身上别着这个徽章 首都低市雷锋车队 首都低市雷锋车队 我是其中议员 北京有多少辆 出租车有这样的荣誉 不到一百辆 不到一百 北京出租车保有辆 是大概多少 六万七千辆 六万七千辆 不到一百辆 可见咱不仅歌唱得好 而且咱服务也不错 尽管我们的于波 有这么多的荣誉 这么多的肯定 但是说实话 在我们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 蓝天阳老师 狠心的蓝天阳老师 曾经要求于波 离开我们的赛场 这是怎么回事 蓝老师 前几天在排练的时候 于波不停地在排练 是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是非常紧张 特别紧张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人家都唱得那么好 我不想比了 我想走 然后我就 因为我就平时就 特别不喜欢那种 不自信的人知道吗 然后 我说你去找导演 去商量这个事去吧 结果没想到 我们的马导说 你必须上 必须上 结果 就把他愣推到 愣推到排练场上去 推上去之后呢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好 你就把这个现场的乐队 当成卡拉OK 好 去唱 结果是 唱到我 就在和这个朋友的时候 唱到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热泪盈眶啊 是的 所以 我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蓝天鹏老师 包括我们节目组的 所有的导演啊 都对选手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他们几斤几两 我们心里 真的都有数 所以他们的一时胆怯 可能是内心的不自信 我们平常 比如说 于波 他唱歌的舞台 就是他的 一点 出租车的空间里 给我们的乘客唱歌 但是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难免会心里打鼓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们还是比较利益 但是刚才唱的确实不错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不好 谢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 这个游民作 来自山东锦宁的 一位货车司机 平常 每个月有多长的时间 在开车 在路上 我 一般 一个月有 大约是20 23天都在路上 主要是跑那种长途 好像和你还有点关系 和你们老家 新疆吗 你还去过新疆 你从哪开到新疆 我们是跑专线 然后从那个 我们山东几年 跑到新疆的卡市 哎呦 这个 怎么夜队有四五千公里呢 一点都不开玩笑 两位选手 我们都已经有了 非常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的一百位歌迷 投票决定 他们去留的时间了 请慎重地 使用你们手中的 投票权 一边是我们的 余波 如果你喜欢余波的话 就请按下 红色键 一边是我们的 刘明赫 如果你喜欢 刘明赫的话 就请按下 蓝色键 两位 他们的职业 都是一样的 都是司机 两位在舞台上 同唱了一首 朋友 有自己的故事 和风格 看看你到底 会选择谁 请深思熟虑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 准备好了 请按 接 好的 现在大家的选择 已经结束了 在公布投票结果之前 蓝老师 您怎么看待他们 我在这里 非常感谢两位 给我们所有的人 带来这么 淳朴和真诚的歌声 谢谢你们 现在我们全场 请亮灯 来看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刘明赫获得的63票 余波获得37票 掌声送给刘明赫 这两天 辛苦您了 那这两天的份子钱怎么办 怎么交啊 要不你一会儿搭我车走 哎呦 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就那那您一会儿在车里等会儿我 这个录像结束 我就坐着您的回车回家 省多大车了 好吗 谢谢 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 第一十一哥 余波 谢谢你 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本场比赛第一环节已经结束 六位选手当中 云杰 霍春雨 刘明赫胜出 中北强 余波 波斯宇提开舞台 云杰以76票的最高票数暂时领先 直接进入终极对决 霍春雨和刘明赫将进行下一轮的比赛 好姻缘 梦金元 本节目奖品由梦金元黄金提供 两个人要共同演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一路上有你 是张学友唱片冷碟中的歌曲 全球范围内共卖出了400多万张 也因此令张学友得到歌神的封号 歌曲成为从90年代初至今 TTB点播率最高的金牌歌曲之一 风靡一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霍春雨和刘明赫 分别给我们带来的一路上有你 谢谢 你相信这一生有件 事上彼此我牵你 一颗心在风雨里 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点愿意 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痛一点也愿意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你相信吗 这一生遇见你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是天意吧 让我爱上你 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 今生就该我还给你 一颗心在风雨里 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也愿意 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 痛一点也愿意 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谢谢 一路上有你 我相信 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眼前应该浮现出了自己身边 那些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朋友 以及观众 以及所有的歌迷们 正是一路上有了你们的支持 所以让这些人 在自己的领域里 不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依然在不断的拼搏 不断的努力 才走到了今天这个舞台上 现在 请现场的一百位歌迷 行使你手中神圣的表决权 如果你喜欢霍春雨 请按红键 如果你喜欢刘明赫 请按蓝键 请按键 蓝天阳老师 您在听这首一路上有你的时候 您心中想到的是哪位 我跟着观众走 虽然我 虽然我心里期盼着刘明赫进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结果了 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这轮当中 获胜的那位选手 将会进入最终的终极对决 和目前票数最高的云杰 来进行比拼 拿走今天的冠军 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至关重要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最终结果 是否和蓝老师说的一样 请亮灯 马上公布 这一轮比拼最后结果是 霍春雨得票 34票 刘明赫 66票 恭喜刘明赫 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终极对决环节 将由第二环节胜出的刘明赫 挑战本场最高票得主云杰 究竟谁能成为冠军 值得期待 两位面临终极对决的歌手 选手已经站在了我的两边 他们将会面对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未来不是梦》 1988年由张雨生演唱推出 《风靡全国》 也让张雨生一夜成名 歌曲塑造着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精神 二十多年来激励了一代人 我认真比我每一分钟 有请云杰和孤杰分别为我们带来一首 《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 就算受了了梦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离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离过每一分钟》 《我认真离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认真离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离过每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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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 被爱的执着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太多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太多 跟着希望太多 我的未来不是梦 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个梦 但是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 所以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唱法都完全不同 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说实话我都喜欢 但是观众这个难题就交给你了 心安剑 我发现有一个人坐那摇头晃脑的特别轻松 您这怎么了 怎么那么开心啊 其实他两个现在谁夺冠我都很满意 最终我们紧张了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来 全场请亮灯 现在我们要公布的是最终的投票结果是 云杰39票 刘明赫61票 再次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刘明赫 恭喜你成为了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本场比赛的冠军得主 好姻缘孟金缘也同时恭喜你获得了 由孟金缘黄金为你提供的一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 最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时间 你要用龙脉为我们带来一首最棒的歌曲 好吗 来 掌声 有请刘明赫走上舞台 月色茫茫 月色茫茫 重寻梦今何处秋 人歌千里路悠悠未曾摇吻 心一筹清明月待问好 思念的人 思念的人 而泪一长流 月色茫茫 月色茫茫 也未尽周遭 河北慫茫 月色茫茫 列勺茫 神的滑神 和夜灵篪 光不明 旅 satur 月色茫茫 如今 ses照片 也未尽 如今 体积三 作品光不明 明月带穿心 既无品质 而为离弃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的滑落 直立眼 直立眼 不要让爱情枯萎 想要弄棒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有一场心在聚散的星河 拥有超越平凡烂的力量 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集结最受关注的新生代歌手 共唱同一首歌进行比拼 爱可以从来 新人唱老歌 老歌新唱马 谁的唱歌了得 谁的曲风独特 谁的演艺精彩 谁是你心中的年度冠军 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收官之作 重爆出击 我们下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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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天 我们下来越来越越来越多了 我这一天 到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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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了 将什么大行为 未经订阅 我们下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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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